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客人用餐时先把皮夹放到椅殿下离开时却忘了拿走 他们所提的新闻事件就是上礼拜在南科管理局广场平台 捡到笔电和随身碟的陈先生 警员就表示说请我们把包包拿过去他们的分队 8月8号捡到东西就送往警局 最后却被当窃盗嫌疑犯 索性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由全程募集的妻子当证人 这张不起诉数份书终于还他清白 但也让陈先生决定要求百分之十的报酬请求 一度也回到警局打算提误告 你不用给我你直接拿去捐给某一个慈善机构等等就好了 因为对我而言最主要是他的态度 经过警方跟他说明遗失跟窃盗的差别 然后也告知他刑法168条无告罪的相关法律责任后 他还是坚持要以窃盗罪报案 捡到东西却反成为窃盗嫌疑犯 讯息在网路上传开 也让善化这家餐厅店员捡到皮夹低时间 为了自保全程录影 做好事变得好小心 三立兄王少尔 台南报道